各位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來製作一個日系小星星的風格的一個畫面 主要抓住幾個重點就是日系風格就是字體不要太粗 要細細的瘦瘦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所選的顏色呢 主要配置的顏色都屬於粉色系 就要選這個白色量比較多上面這邊的粉色系 不可以太鮮豔 然後飽和度沒有那麼高 好,這是我們一個選色的標準 然後再來就是畫面要簡約 不要太過於複雜 好,那我們先來設定一下 像來開一個看看 開個新檔 一樣我們選定然後A4 橫向 好,然後按下建立 好了之後呢,我們先點選線段區段工具 左鍵按著往下拉,記得按住Shift鍵 可以垂直下來 好了之後,點選選選工具按下Alt鍵 就Action 出現黑白的箭頭 左鍵按著往右邊拉動 好,放開 好,放開就拷貝了一個嘛 對不對,那我要重複這個拷貝的動作 就是 這個叫做再次變形 Ctrl加D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按一下Cmd加D Ctrl加D 讓它產生一整排的線段 好,產生一整排的線段 好,那產生一整排的線段之後呢 我們現在再把它 選起來 好,選起來 那 選起來是全部嘛 那我們只挑一些就好 選其中幾根 選幾根來做就好 不要太多 好,選個幾根 好,然後選擇 效果裡面 扭曲變形裡面的粗糙效果 好,這邊點進來 好,點進來之後呢 這個 浴室打勾 好,然後這邊 設定它細部 不用太多 然後尺寸拉一下 好 平滑 細部0 然後尺寸 拉一下 讓它就會扭出曲線 好 然後選平滑 好的之後按下確定 好 好,確定完之後呢 現在就是 一根一根的 那這一根的話 你可以幫它換色 好,這是外框可以選色 好,再選色 好,那選色的話 目前是直線條嘛 那直線條的話 好,我們必須 可能幫它做一點點 有套個筆畫上去 那我們來做個筆畫 像是使用 橢圓型工具 拉一個細長的 細長的橢圓 好,然後記得 幫它用的是黑色 好,整個黑色 好,然後拉到筆刷裡面 我把它做成 線條圖筆刷 按下確定 好,然後幫它做 色調 到時候要變色的話 直接套色的話 就是用色調來做 可以從燈泡這邊看到 它的 筆刷的 線條圖筆刷 上面的換色 都是靠外框的顏色變化 不過我們現在用色調的話 是整個顏色回去做變化 而不是像它這個色調級濃度 有些黑色會保留下來不會 好,我們用的話 是色調是全部一起做變色 按下確定 好,選擇色調 按下確定 好,那這個就可以先丟掉 刪除 點選 我們要做的 這一條 先看一下這一條 我現在點到那一條 好,點到那一條 然後按一下 它就會套進來 那套進來之後幫它換色 然後換顏色 好,那就選到你的那一條 然後去 你的做出曲線的那一條 然後幫它做 套上筆刷 然後再幫它做換色 好,那找出來之後換色 那 做完就會像這樣一條一條 找出你要的那幾條 找出來 你剛有做過曲線的 幫它換上 我們的線條圖 或者是幫它換上 藍色或是綠色 然後淺色 包含我後面的線條 也可以改成藍色 會比較清新的感覺 好,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畫一個矩形 好,使用矩形工具 畫一個矩形 填上白色 去掉外框 好,去掉外框 然後填上白色 好,這一塊 那記得 它這個有半透明的效果對不對 它的半透明效果 就是使用 我們的透明度面板 幫它降低不透明度 就可以獲得像這塊 白色的半透明效果 然後再把字打上去 那這樣這一張就完成了 好,就是算是一個 如果要做一個版面的話 這樣就是一個日系的 小清新的一個風格 好,那抓住幾個重點 就是用線條來做變化 然後再壓一個 半透明的色塊 好,然後打上字 那記得 選擇 上方粉色系的 顏色來配置 偏藍色或偏藍綠色 偏日系的風格 好,以上就是日系小清新 配合使用線段 線段區段這個來製作的 好,以上 試一下吧